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在美国的总统大选 连续两天为您报道 前总统川普在爱荷华州的初选 获得压倒性的大胜利 这使得他个人声势更高涨 23号在新海部下州是第二场共和党初选 目前在该州的民调 川普是以50%的支持度 把他的对手都远远的抛在脑后 但是对他的形象更有影响了 这是美国专栏女性作家 对他提的诽谤案件登场 他在造势大会的空档 回到纽约出庭 但是让法官忍不住 对川普发出最后通牒 认为法庭上的川普 不断的干扰庭审 应该被驱逐 而川普还举双手挑衅 让整场庭审火药味十足 支持者不断大声叫喊 美国专栏女作家卡罗尔步入法庭 他控告前总统川普诽谤案 本周开审 就算正在冲刺共和党初选 川普也风拳扑扑 赶到纽约亲自出庭 更先后在社群平台 和媒体镜头前为自己叫区 卡罗尔17号在法庭上坐证 认为川普在2019年 对他的公开批评后 让他从外界眼中的专业记者 到形象彻底黑化 去年卡罗尔指控川普1996年 在一家百货公司更衣室内 对他性侵 并在2022年声明中对他诽谤 川普因此判赔500万美金 约合台币1.5亿元 不过川普随即在CNN市民大会上 展开攻击 就是这段访谈让卡罗尔再度提告 表示自己甚至因此收到死亡威胁 在卡罗尔提起性侵案时 川普不断在座位上摇头 法官发出警告 虽然他有权旁听 但如果他持续干扰审判 就会被逐出场 川普当场举起双手 挑衅意味十足 法官最后口头警告 看来你真的很想要我这么做 在场的媒体记者听见川普回了一句 我会很高兴 川普已经夸下海口 就算选举再忙都会出庭 仿佛已经把法院当成另一个造势大会 为自己制造话题 川普已经在第一站爱荷华州共和党初选 取得大胜 新函部下初选即将在23号登场 这里登记的87.3万人中 有34万人是独立选民 确保掌握独立选民的意向 成为争取提名人的主要策略 对前出联合国大使海利来说 这一仗至关重要 因为爱荷华州初选 她只拿下第三名 如果在新函部下州表现还是平平 恐怕很快会被踢出主要战场 距离投票只剩下不到一星期 川普也将矛头对准海利展开攻击 海利不甘示弱 海利甚至放话 未来只要川普不参加辩论 她也拒绝出席 就可让另一名角逐提名的佛州州长 德桑提斯急得跳脚 美国NBC电视台的最新民调显示 川普仍以50%的支持率 稳坐新函部下州第一 将海利的34% 德桑提斯的5%远远抛在脑后 尽管官司缠身 但川普人气不减反身 照这态势延续下去 2024很可能再度成为川普与拜登PK战 传出民主党内已经出现担忧声浪 美国副总统贺锦丽 近期登上谈话节目正面危机 贺锦丽家族活力 对川普带来的对立和混乱 言辞批评 A guy right now the former president running for office openly saying that he promises to essentially be a dictator A person running to enter in back into the White House who is proud that he stripped Americans, women of the right to make decisions about their own body a person running to become the commander 随着共和党初选 紧锣密鼓展开 川普的人气和争议同步高涨 也让民主党在2024备战上 绷尽神经 TVBS新闻综合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